臺灣是我們有一家的 冰冬入區執行 這個環尿季 這個今晚六六號 說風聲 主要在我們的 優方國家 這個索羅門 軍隊 讓人哭 農委會這個 寫表時 因為這個 季主要 為我們 當地發展是 為法港 涼刷季 那現在準備 讓人和這出境 要等待 立法的訪問 有病人 每天報道 臺灣有兩隻 環尿季 在優方 索羅門 軍隊 農入港 農委會 協助 早前後 表示 農口 一家 是冰冬 流球 急的 浸漫 綠綠綠 但這間 是非法 涼刷季 違反 當地 發展 而且已經 屬 法三個月 那他今年 4月1號 進港 進港 去謝儀 那當地 國政府 有發現到 可能是不是 涉及 違規 捕殺 那就進入 調查 除了 船長 是我 國籍之外 其他 有10名 這個漁工是印尼籍的 那目前他們都行動自由 而且健康情況良好 我們原有 日前 再一次 涉嫌 違規 規規 航空 萬一 破壞是 違法行為 強行 再一次 傷害 台灣 形象 台灣 今年已經 讓後面 立作是 違法 協助 要有 因為 紅白 境界 現在 在紅白 名字 在好算 對付 協助 認為 這次是個案 應該不會影響 到後面 對我們的態度 絕對沒有關係 那這是 還是一個個案 那 歐盟給我們的 黃白 私信 我們在體制內 做改革 包括我們的法規 另外 探除另外一隻 飛鎮也 在索羅門 滾到 航空 協助 另外一隻 是 冰東 10天 1月 進滿 168號 確認 飛鎮 6月15號 立港 經過檢查 後 6月18號 出港 並沒有 渡地 違法的 行為 記者 您是 五月 報告 台北 報告